超令人热血沸腾的复仇者美国队 跨时空挑战各个NBA历史强队 2024巴黎奥运MVP的James 本季三分命中率可是生涯新高4成1 他的生化人属性 全游戏最高的99体力加上93 hustle 就是我们的拼命老汉 又来到每年这个时候 除了中秋节将近也是NBA2K系列回归的季节啦 今年来到NBA2K25 由刚夺冠的萨尔提克Jason Tatum担任封面人物 并且PC平台首次登陆新世代 这个让电脑玩家敲到碗都破掉的版本 绝对让2K25成为许多新人老朋友回归的好时机 You're on Scary2 这两天下载游戏强先式的机把 最爽的应该就是能操控这届奥运 超令人热血沸腾的复仇者美国队 亲自用占杜科连线跨时空挑战各个NBA历史强队 这个周末也是朋友约了老麦叫了 准备要沉浸在NBA2K的世界中 今天Gary就要带大家看看本次NBA2K25 十大评分最高的球星 看谁进步了谁被扣分 谁的分输又给的不太合理 又或是想店朋友要选哪几只比较不讲武德 都会在今天这集跟大家简单介绍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NBA2K25最强Top10球星名单 现代神兽Anthony Davis 在游戏中同样是数值怪物 能理能外的得分能力 加上禁区优质防守火锅篮板一把照 是当今胡人的重要资助 AD最令人担忧的大概还是受伤频率 毕竟他老格2K操控自己都能够碰到伤势 只见AD从傻眼到无奈的笑 只能说游戏的逼真程度已经太写实 上一季场均24.7分 12.6篮板2.3火锅 入选年度第二队最佳防守第一队 初赛场次76场还是生涯新高 并且在季后赛让大家看到他有多抗 AD打出最健康的一季 果然还是好强 尽管2K25总评分从季末95略降到94 我是觉得可以维持95 但AD在2K里面就是攻守兼备的一张禁区王牌 联盟Top10有他绝对没问题 今年高龄35岁的篮球死神Kevin Durant 2K24总拼96分 今年下降2分来到94 上个赛季场均27.1分 6.6篮板5助攻 毋庸置疑依然是联盟最顶尖的得分手 KD继末也成功入选年度第二队 并在奥运舞台秀了几首死神关键的载质能力 这次总评分退步我是觉得没必要啦 但可能跟有效命中率和场均得分下降有关 再加上太阳季后赛 首轮就被灰狼很少发挥有限 但KD依然有着92分全游戏第三高的3分球 在这份10大名单上也指出一个男人 我认为KD这次给94太低 95应该差不多 但他的实际强度也绝对是超越游戏账面上评分 毕竟他的七尺人物模组就摆在那边 还具备速度 限时跟游戏中都能在你头上二楼跳投或快速切入 无论哪一代的KD都是我很爱用 已回购的得分手 2024绝对是Jason Tatum丰收的一年 生涯第七季与Jalen Brown的双烫花组合 挺过众多质疑和批评喊猜声浪 终于拿下NBA年度总冠军 虽然在巴黎奥运机场比赛坐满板凳 让Tatum本人一度有点挫折 但不减他今年的发光发热 尤其是成为NBA2K25标准版封面人物 对Tatum来说更是完成从小到大的梦想 上个赛季场均26.9分8.1篮板 是年度第一队中唯一的美国本土球员 我想不管怎样尊重都还是要给到 然而Tatum尽管有封面加上冠军和金牌加持 总评却从去年季末96降到95 我觉得下手中了 应该是可以维持的 只能说今年2K老师真的非常严格 这个夏天流量最好的男人 把奥运金牌战舞台当作三分球大赛 向世界证明他就是史上最强射手 跟你说声晚安的Stefan Curry 今年总评从2K24祭出96降到95 我觉得合理 可能是反映场均得分从29降到26 篮板和助攻数据略降 加上勇士没打进季后赛 但以Curry35岁的年纪来说 还是足够威猛了 本季获选最佳关键球员奖的Step 在最后5分钟还有5分差的比赛中 以4×5三分命中率拿下联盟第一的189分 而在奥运Curry也再次证明 关键时刻把球给他就对了 Curry现实中能做到的事情 反而常常是2K里面做不到的 我很难相信有人能在游戏里 重现他对法国倒数3分钟四投四中 最后一球被包夹自己运还能偷进的场景 简直是现实超越游戏的作弊存在 回到2K25游戏数值 Curry3分球99分不但是全游戏最高 更大幅领先第二名Grayson Allen93分 第三名KD92分 以及前浪花兄弟Klay89分 运球方面则是97只输给99分的Irvin 能用Curry在游戏里面狂偷3分就是舒服 Captain America同样是这个夏天最万众瞩目的球星 James在船上引领美国队 担任奥运掌棋手的史诗及照片 简直可以登上历史课本了 拿下2024巴黎奥运MVP的James 上个赛季场均25.7分 7.3篮板 8.3助攻 39岁老汉依然是顶尖好汉一条 也入选年度第三队 更带着不减的斗志迈入生涯第21季 James的2K总评从96降到95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但别忘了他本季3分命中率可是生涯新高4成1 就等玩家测试看看死之3分有没有真的比较好投 另外亮点也来看到他的生化人属性 全游戏最高的99体力加上93 hustle 就是我们的拼命老汉 讲那么多 这次2K25最令人期待的还不是能够操控我们James副职党 让95分的LeBron跟68分的Bronny来一个感动100分的空抛连线 那画面肯定是最美 他到底是美国人还是法国人 又或是如他所说的 下次奥运希望代表科麦隆出赛 令人摸不透的Joel MB在2K25夺得96分总评 超越前面包含三渡科三位传奇 让不少球迷同样表示摸不透 其实我认为MB的分数没什么大问题 毕竟身为2022年MVP 今年要不是殷商只出赛39场 不然他恐怖的场均34.7分 甚至比年度得分王Luka Doncic还要高 MB拥有最强的93分禁区进攻能力 加上外线得分也有一手2K确实有重现他出色的面框载质力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 金比场均11.6次罚球同样是联盟第一 这96总评就不知道有没有包含买饭能力 不然我会想斟酌个1分 因为犯规确实是玩家比较无法操控的部分 这次分数从2024季末98分回归到季出96分 MB以个人数据来看是值这个分数 但季后赛首轮出局 能否带队赢球依然是他最大的课题 另外如果你在游戏中选这次奥运的复仇者美国队 可以发现代表就是正宗最高评分的Joel Embiid 2024年度MVP第二高票 场均30.1分6.2助攻的Shay Gilgers Alexander 以新任雷蒂芝带领雷霆拿下西区第一的战绩 总评绝对配得上联盟前四的96分 身为新一代进攻大师 SGA精通各种脚步搭配和跳投技术 他也是过去几季的联盟迁入王 出手和传球IQ都高达98分 在NBA2K中就看你怎么发挥他的武器库 而作为后卫的SGA防守高达82 场均两超截加上一双长臂 是进攻两端都非常强大的一位球员 2024季出只有93分的他 用场上表现证明自己属于MVP层级 这次总拼提升3分也是Top10球员中进步最多的 如果今年能再次打出MVP等级表现 我想分数很有可能来到97以上 字母哥这两年季后赛受伤势影响 导致公路都只有一轮游的可惜成绩 不然2021拿下冠军和Final MVP的Yanis Antetokounmpo 很可能是今年绿山军夺冠之路上最大的阻碍 正值当打之年29岁的字母哥 场均30.4分8.8篮板 生涯新高6.5助攻 本次NBA2K总评97全游戏最高 要速度有速度 要力量有力量 看他球员数值一片漂亮绿灯 可以说是联盟中攻防综合最强的六边形战士 回想起2014首次登陆NBA2K 首轮15顺位的字母哥总评只有60分 就是一位右兽又不起眼的路人甲 比今年68分的Bronny还低不少 如今来到97超过37分的涨幅实在非常惊人 字母哥从刚进联盟连PS4都舍不得买 到2K19成为封面人物真的很励志 如今更是游戏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也是许多玩家要虐朋友不讲武德的首选 关于欧洲金童Luka Doncic 我们对他的怪物数据早已习以为常 如今在NBA生涯第六个赛季 终于带领达拉斯独行侠打进冠军赛 虽然落败但宝贵经验绝对让Doncic成长许多 本季场均33.9分9.8助攻9.2篮板 拿下联盟得分王并且连续5年入选年度第一队 25岁的Doncic有着无限可能性 只要站上球场就是防守者恶梦 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会给你来颗后撤步3分球 还是精准导传给队友 2K25总评来到全游戏最高的97分 比上一季祭出95还要高2分 拥有全联盟最高的Playmaking总评价94 传球精准和IQ98 视野97运球95 真的是最可怕的进攻发动机 另外Doncic还配有两枚名人谈徽章 神射手让他就算被贴上防守还是能标进 Shifted Shooter则是让他能在运球后 无缝接轨高难度跳投 重现现实中的夸张进球 就看你能不能用Doncic在游戏中重演 今年1月轰下单场73分的名场面了 今年季后赛有些人说他是神偷奶爸 奥运时则有人说他是篮球界萨诺斯 而Nikola Jokic在游戏中也确实是大魔王般的存在 作为当今篮坛第一人 今年依然以最高评分蝉联2K最强球员 尽管相较去年傲视群雄的98分 Jokic在2K25总评稍微降到97 应该是受到季后赛止步二轮的影响 但顶尖的场均26.4分12.4篮板9.5助攻 加上今年MVP得主光环的加成 Jokic拿97分绝对无庸置疑 虽然机体本身不是那么强大 但Jokic配备五枚名人谈徽章 使每分增加队友接获传球后的命中率 精准抛头重现他无解的手感 禁区神来比和背框单打诗人 都让Jokic在禁区更加势不可挡 而奇巧智力王则展现他传小球和空抛的能力 每一个徽章都让Jokic像在现实中一样棘手 这位在2K15初登板只有68分的二轮新秀 可以说是篮球史上最跌破眼镜的球员 比较令人纳闷的是 4年3度拿下MVP的他 到底何时才会成为NBA2K的封面人物呢 我严重怀疑Jokic是不是休赛季 只想赶回家赛马 因此婉拒了2K的拍摄邀约 或许我们要在多年后的名人汤版本 才能看到退休后的Jokic当封面人物了 你有发现其他这次放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